黑神皇悟空通关了 下面说说我的主观感受 我通关的是PC版 一共用了80个小时 做的全收集 历时一个半月 所有的隐藏boss都打了 所有的种子金丹真丸都拿了 所有的变身惊魄也都得了 定炎珠虽然不好意思 但是也取了 石子犹豫了好几次 最后入石复打的 一周末解锁了72难 打大盛残驱的级别是107 现在准备进入二周目 其实我在8月20号刚出的时候 先玩的PS500 玩了大概30个小时 到了第三章的浮屠界 后来又转战到电脑从头玩 电脑想卡是4080 现在双平台加在一起 一共110多个小时 我自认为我还是挺有发言权 我对黑神皇悟空这款游戏的 整体评价很高 虽然有点难度 但是努努力可以过 游戏画面是非常好的 这应该是下个时代的游戏画面 画质等级比战神5 对马岛之魂 大表哥2 美墨重制版都要高 我说的都是PC版之间的对比 我玩黑神话用的设置是4K分辨率 全都是高特效 DLSS选的是质量档 记住是质量档 关了真生城 大概70多帧 这游戏挺好玩的 我并不是耐着性子玩的 是那种有想玩的冲动 越玩越爱玩 虽然我都40多岁了 晚上睡觉之前打两个小时 让我很开心 有助于睡眠 我不跟有些人似的跟游戏着急 像那种打不过不睡觉 我不是这种人 今天打不过 还有明天 明天不行 还有后天 总之不着急 慢慢体验 在这我提醒各位 主动想玩游戏 自己内心驱动力 这点非常重要 这是因为游戏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而不是说我花了钱买了游戏 不玩觉得亏才玩 也不是说某个游戏因为太有名了 大家都说好 而是硬着头皮坚持玩的 这些都不是真心喜欢 一款好玩的游戏是发自肺腑的 就像你特别想做一件事 或者特别想吃某个美食一样 每次在享受之前总有一种期待 但游戏这个东西也是很主观的 我喜欢你们不一定喜欢 你们喜欢的游戏我也不一定喜欢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喜欢黑猴子 玩不下去也是正常的 下面说说关于难度和劝退 这游戏开始让我劝退的地方 那就是难度 开始那个打头 我大概打了20多次 主要是不得要领 最后还是查攻略过的 我估计很多人都卡在这游戏的难度上 其实这个游戏是需要研究的 需要玩家更多更深的了解游戏系统 需要阅读物品描述 物品描述有很多形容词挺有意思 什么稍微增加或者说增加一定的什么什么 或者说较大增加什么什么 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 比如石头是四栽不拒的 是哪四栽呢 还有玲珑内丹经常容易忽略 它是可以加属性的 还有蓄力重击能掉落东西 还有不同的boss应该对应不同的加点 另外除了广智救我之外 还有很多变身都可以救我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单纯的去玩 像之前的混斗罗或者超级马里奥 一个开枪一个跳跃 那样是不行的 有很多boss我都是查了攻略之后才过的 我承认我自己没那个悟性 也没那个时间 一般我都是自己先打几次 如果都没过 我就去看看别人的攻势打法 看了之后几遍就能过了 我之所以做全收集 是因为当我收集了一些种子 一些真玩 精魄 变身 还有更多的灵运 升级装备之后 在打后面boss的时候 使用独门妙用的法宝 以及出装的合理搭配 它会让我变得有针对性的更强 通关变得更加容易 难度曲线比较平稳 游戏的体验也会更好一些 下面说说内容 这游戏一共有六关 但是分布是不平均的 第一关很短 第二关长一些 第三关内容最多 但是到了第四关 内容又变少了 第五关的内容也很少 第六关就更少了 感觉是一个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球形状的内容分布 至于游戏剧情 我也是看得似懂非懂 得看别人的解说和分享 才能看得明白游戏想表达什么 现在游戏通关了 再想想游戏刚发布的那时候 有很多争议 现在看来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比如手柄震动弱 弱就弱吧 把音量调高 听声音打击感也能出来 再比如游戏帧率不稳定 那我就关掉光追 不用影视机 使用默认的高特效 这样低帧会少很多 整体帧率比较稳定 再比如游戏画面偏暗 没有HDR 那我玩的时候 就把房间的灯关了 开楼道的灯 这样画面暗部也能看见了 再比如游戏没有内置地图 没有就没有吧 靠着脑子记也行 这游戏比仙剑奇侠传一代的迷宫差远了 后来有了第三方地图 我也没用 还有很多人说 黑神话悟空PS5版的优化不好 那就用电脑玩呗 总之方法总比问题多 主要看你的目的是想玩这款游戏 还是为了挑毛病 好 最后说说感受 这游戏我打到最后一关 差点哭了两次 一个是划船的时候 听那个老猴子讲布水话 讲着讲着 BGM突然想起 来了一段云弓迅音的前奏 音乐缓缓升起 这时候我不知道 我的眼眶是什么湿了 还有就是打到 大盛残区的第二阶段 这时候有一段打漏的动画 是在那个夕阳夕下 后面有个太阳 前面两个悟空在打斗那个画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眶又润了 其实我一年通关不了几款游戏 一个游戏打一百多个小时的 估计也就黑神话这一个了 目前来说 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 是这两年我心中的最佳游戏 经常有人问 黑神话能不能拿 今年的PGA年度最佳游戏 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标准 他们的标准认为好的 咱们也不一定认为好 比如 我就不说了 至少说二姐四妹 还有红聘 甚至铁扇公主 都比他们的名词 这种角色长得好看 还有很多玩家问 这游戏会不会出那种大优化补定 特别是PS500的 我想这问题得这么看 任何游戏都有优点和缺点 但不是所有的缺点 都是能改得了的 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都是有缺点 而且是改不了的缺点 它是有一定原因的 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 不完美就不玩 是一些人的选择 不完美也要玩 也是一些人的选择 这段时间我看到很多玩得好的玩家 我看他那个游戏画面很差 而且还卡顿掉针 就这样他照样能够连续识破 还给大家做教程 我目测他的显卡也就有1000块钱二手的 但丝毫不影响他体验这游戏的快乐 如果你真的想玩这款游戏 找一个适合你的设备玩就行了 因为这游戏即便是4090显卡来了 也不能真4K全特效的60帧运行 所有玩家都得妥协 只不过妥协的点不一样罢了 体验好一点还是坏一点 要根据自己兜里的钱决定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就分享这么多给大家参考